凌晨两点半赶飞机 五岁的大猫熊安安装在透明笼子内 要从四川大猫熊基地出发 搭机前往香港 同心的还有五岁大猫熊可可 感觉有点像自己的女儿 然后要远嫁的那种感觉 这次是可可和安安第一次乘坐近三小时的飞机 四川大猫熊保护研究中心 因此特别派出一名饲养员和兽医随行 全程监控笼子的温度 要维持在大猫熊适应的20至25度 我们会给它少量的用一点真净的药 就让它安静下来 它的这个运输笼吧 它的内部面积大概有将近1.5个平方米 应该是它在里面是转身也好 翻也好 睡也好 包括它可以就是说站立也好 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大陆在赠送给香港两只大猫熊 抵达香港后 他们会在海洋公园接受至少30天的隔离检疫 之后还需要至少30天的时间适应新环境 预计在12月中旬能正式与民众见面 比较泼辣一点 就是咱们说的这种熊猫当中的女汉子 专家还表示安安和可可处于谈婚论嫁的年龄段 明年有机会让他们参与繁殖 成本这才不得不归还大猫熊 TVBS新闻叶俊鸿 蔡依杰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